那是你朋友這邊就是 籌備的這麼好 然後下重金 然後票還有少量省 現在幫大家補充一下大家可以來做 對對對 我希望就是說 今天我們的媒體朋友幫忙 把我們這個訊息傳播出去之後 因為我知道有很多朋友他們 沒有辦法定他們那個時候的行程 那我覺得現在 有這樣子這麼好的一個 我們的一個花下重金的一個 一個投資 那麼希望大家都能來感受 這個公司在日本藝人以外 唯一而且也是第一個合作的藝人 我相信他們也會卯足了勁 會讓整個小巨蛋的氛圍是非常非常特別 獨特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再猶豫了 真的可以來體會一下 看你學生應該要校圈一下老師 因為他們928 欸對啊928教師節對不對 對那學生都可以買票來 呃那個給老師來觀看 或者是說給你的師長 呃大家一起接班而來 那其實我在這邊 我自己也很感動了已經 就是說我有很多的 呃我的小學同學整班導師帶著來 然後還有我的歌迷從世界各地來 然後還有親朋好友 呃我真的已經非常非常的開心 可是我當然希望 呃你還沒有去呃實際行動去買票的朋友 呃我覺得真的不用猶豫 因為到時候我們一定會給你呈現一個 我覺得應該是很棒吧 除了音樂 在視覺 在各方面都會是一個很棒的呈現 小師姐再幫我們說一下 為什麼你覺得自己的歌 那麼適合用風調的方式來就呈現 以及第一次接觸到這家公司 有沒有哪些作品是讓你覺得很驚豔的部分 呃因為其實像我以前的演唱會 呃這方面是比較沒有那麼著力在這個視覺方面的 對那而且我覺得現在 呃你在世界各地去跑 呃包括你隨隨便便去一個環球去一個迪士尼 或者是包括我自己的朋友開個餐廳 他們就用這個東西了已經 就是包廂裡面就在用了 一個環環場的一個感覺 你吃東西的時候 一個金魚就在你桌子上這樣飛過去這樣 那我覺得這東西已經是很 其實已經是 不是說大家很難看到 可是我覺得在演唱會上面的呈現 我覺得好像不是那麼多 對那而且剛好我覺得現在 這次有這樣的機緣跟機會 剛好可以跟這個視覺的實體 主公司呃大上線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緣分 所以我覺得它可以讓我的演唱會會加分很多 呃那除了我自己本身的音樂之外 不會讓大家失望 然後另外再加上這些額外的 呃我覺得大家坐在那邊 呃我不知道 我不曉得 可能呃你的身上就會有一個 不要什麼東西這樣子 我覺得大家就會就是會有驚喜這樣 那我覺得很好啊 可以讓大家 來聽我的演唱會 還可以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是挺好的一件事 對 除了這個亮點之外還有別的嗎 比方說嘉賓啊 或是古裝上面 會說 一定讓你們surprise 哈哈哈哈 一定讓你們不能說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真的不能說 所以當天晚上一定會讓你們那個 驚訝 對 嗯 謝謝